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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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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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随被秋风 灭马 江南春雨 心花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 如世如画 千古江山 还我一个 太平天下 也有 已有 必 Lösh 二 dot 兄 空气为之一新 紫禁啊 真正藐视吴侯的人不是我 是曹操 我自有破敌良策 但吴侯不问 我只能憋在心里 憋得我好不难受 孔明 你在此坐着 我去去就来 主公 孔明如我太甚 我不忍竹客 让他自行离去吧 主公啊 我刚刚已经斥责过孔明 可是 可是他说 我是曹操的百万雄兵 如地上的群蚁 只需举手之劳 群蚁皆成积粉 主公啊 孔明兄中 有破敌良策呀 难道孔明刚才是故意激我 他口口声声劝我想 恰恰是担心我想 正是 走 且问他高论 明公啊 曹军将士多出自北方 进入江汉之后 便水土不服 多生即换 曹军的战力 须折去两三成 其次 曹军长途进军 披心带月 攻城拔战 其事已成强弩之末 战力又须折去两成 第三 曹军大胜之后 都是骄兵 而新增的军队 多是京香兵用将士 他们愤恨曹操 恃其旧主 毁其家园 强暴其欺民 这些将士 人虽然俯首归曹 其心不服 如此算来 曹操一半是骄兵 一半是心怀不满的怨兵 战力又须折去两成 再其次 攻伐江东 主要靠水战 天下水军首属江东 曹操在洞庭大造战船 但须知 战船是需要水军来降 曹操能在数月间 建造出巨大战船 却不能在数月间 训练出骁勇善战的 水军将士 练水军 比造战船困难得多 而东吴的水军将士 各个都是身经版战 以静带动 此者 曹军的战力 再需折去两三成 宗上所记 曹操号称的百万大军 民工只可视作一成左右的战力 而且是含笑官之 一成者 不过十万上下 孙刘两将的精兵猛将 战船水师合力破槽 那岂不是如鸡鸡粉吗 听君一言 茅塞顿开 明日起 既招江东文武 商议骑兵 遵命 先生请 请 师叔 师叔 你这是 主公 师叔 你这是 主公啊 你中了孔明的奸计呀 曹操最恨的人 不是你 而是刘备 曹操视刘备 如心腹大患 如猛禽恶兽 因此他才在战表中 谁也不提 独提刘备 并要与主公 会列于江东 既是会列 何为猎物 又是刘备 刘备 身陷 绝境 严严 待毙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我江东将士 来救他自己的灭顶大祸呀 主公如能救得成 倒也罢了 但事实上是救不成的 反倒把我们江东 也拖进灭顶之灾呀 请主公三思 权儿 母亲 这都二宫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这种时候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睡不着呢 你说得是 全儿 你忘了 你兄长的临终遗言吗 哪句遗言 内事不绝问张昭 外事不绝问周瑜 儿字字涌继绝不敢忘 那曹操来宫是内事还是外事 外事也是外患 那你何不招周瑜一绝 母亲 儿不用招他 儿料定 周公锦现在正在星夜兼程地赶回来 他到此后 就连他要对我说些什么 儿也大致知道 可儿所担心的 并不仅仅是湛与湘啊 那还有什么 分裂 我江东文武 如果一半主湛 一半主降的话 那江东 既不要分裂了吗 儿如果想不出个法子 让江东文武同心同德的话 儿 就不配做这个江东之主 有你这句话 我放心了 你父兄的在天之灵 也该放心了 好 我可以睡觉去了 我可以睡觉去了 都督 兵都督 张昭雇雍布置薛丛四位先生拜法 这深夜回府 本不想惊动任何人 可他们还是来了 客厅奉查 诺 期术 当你sud不 都督 可知道江东大祸临头了吗 在下刚刚回府 还一无所知 曹操拥兵百万 欲与主公汇列于江东 我等为大局计 劝主公归降曹操 以避江东水火 不料卢子静 请来刘备的军师诸葛亮 挑拨主公占曹操 以救他们自己的灭顶之灾 都督在江东可谓一言九鼎 明日主公必问都督的战合之策 因此我等就连夜前来 让都督知道我等的主张 君等也都是这个主张吗 都是 诸位前辈 都是我江东的栋梁立柱 君等主祥 更是为苍生子民所想 周瑜赞着 列位请先回 明日我见主公自有定义 好 都督请留告思了 先生慢走 慢走 请 报 禀 禀东东 城普皇盖周太祖猫四位将军前来拜访 快请他们进来 遵命 周瑜刚刚回府魏极远迎 大都督 列位将军请上座 来 请 都督 你可知道江东要改天换地 落进曹操之手了吗 还不知 还不知 我等随孙千将军举兵起家 三十年下来 大大小小数百战 才创下江东六郡 可如今 少主公却倾心那帮谋士之言 居然要投降曹操 我等是宁死不详 你是都督 明天要极力劝赦主公 举兵抗草 拒不降曹 几位将军 都与德谋将军同此主张吗 我江东 有断头将军 绝无降曹将军 我等宁死不详 在下早就想与曹贼一战 绝不投降 另一位将军请回 明日我见主公自有定义 好 请 大都督留步 都督留步 将军请慢走 五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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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怎麽 就这个兵 得救 Basically 这才ни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督啊 诸葛亮前来向主公游说 提议孙刘两家联手康曹 温武们对此也是争执不下 何况诸葛亮是我的胞弟 所以我也不便多说什么 此间难处还请都督见谅 这我理解 但是先生如有话 在我这儿但说无妨 简而言之 祥者亦安 战则不保 列位也是这主人吗 我等皆是 我等皆是 明日同见主公自有定义 那好 我等告辞了 先生慢走 都督 都督 请 请先生慢走 都督 慢走 请 都督 丁都督 吕蒙 甘宁 徐盛 丁凤 四位将军前来拜访 进来吧 遵命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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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末将本来不想来打扰大都督 但是听说那些先生纷纷跑来这里 末将也不得不为众将士 表达一下心愿 说 当然是死战不祥 好 我知道了 明日会见主公自有定义 末将告退 这不该来的都来了 该来的却没来 报 禀多多 参军鲁肃陪同诸葛亮 前来拜访 书房摆茶 遵命 宫廷啊 宫廷啊 这是你的书房吗 是 那为何不借一卷书啊 我读完一卷烧一卷 全部读完则全部烧尽 因此书房无书 徒有私必 公井 公井此言 在下听来倍加清情 因为在下龙中草炉中 井井只比公井多了一满水 何数 皇帝 皇帝 要是没了他 我这山中野人 会忘乎情悍 不知岁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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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井啊 曹操大军难犯 江东文武 战鹤相吃不下 主公只等你来 明日要一决于大唐 直说吧 你是何意 昔日 曹操携天子已领诸侯 今日 曹操携天子已攻诸侯 而且越攻势力越大 现已雍军百万雄始天下 江东区区一御 断不能敌 我 苦思许久 决定请主公 归降曹操 孙氏姬业一律三世 岂可拱手送人哪 说到底 这江东到底是大汉的 六郡苍生无不是大汉子民 战端一开 生灵涂炭 百年之后后人指谁而骂呀 还不是我等吗 我不愿意他们跑我的祖坟 宫金啊 我江东兵京梁族 又有天欠险阁 如果奋力一战 曹操未必能胜啊 孔明为何冷笑 我不是孝都督 我是孝都督 我是孝卢子静不识时务 为何我就不识时务了 都督主张降曹 和情和理 和时和道啊 听听 孔明都这么说了 紫禁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孔明啊 你为何出尔反尔啊 非我出尔反尔 实在是宫景一言 有如当头一棒 令我大梦出席 曹操极善勇兵 宫景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吕布 袁绍 刘表 加上我主公四人 堪称其敌 那三位诸侯已经死了 我主公啊 独目难知 只能亡命于天涯 为避免战事 在下有一切 江东既无需割地称臣 也无需献金纳贡 只需迟出一夜偏舟 送两个人到许昌 曹操就会即刻罢兵 定然如此 只需两个人 是啊 江东少了这两个人 有如森林飘一夜 太仓少一宿而已 怎么样的两个人 两位绝世美女 怎么样的绝世美女 这些年来 曹操征战四方 攻城霸寨 而每下一周 都要把此周的绝世美女 助于其中 曹操最盼望得到的 就是江东 桥国老家中的二位女儿 大女 名叫大桥 小女 名叫小桥 据说 大桥小桥 都由薄牙抒旗之才 倾国倾城之荣 我还听说 去岁曹操受阵 他举酒向天誓约 五 此生只有两个月光 一愿扫平四海 呈千古宫里 二愿得江东二桥 以半晚年之乐 两愿族死而无憾 曹操你辱我太善 宫顶为何发怒啊 想当年范怡为保岳国平安 还把美女西施 供奉给夫差呢 终于帮着勾建一喜 三年为奴之耻 灭了无我 区区二桥 你们有何舍不得呀 孔明啊 大桥是先祖宫孙策的夫人 小桥正是宫景之妻呀 这 在下断断不知 失口乱言 死罪死罪 I 그럼 不好啊 你又怎么了 这 在下不敢言 断断不敢 犯犯了尚将军虎辈 在下 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你说 我命你止睡 既然将军有令 在下 就冒死直言了 qua 曹操 他要是知道大乔是孙策夫人 小乔是将军娇妻 那他更要垂涎三尺了 为何 这曹操有意识 他历来是少女为蚕花败了 而把别人家的妻子 看为是妙妇 比如张继之妻邹氏 袁术之妾无事 袁绍儿媳甄夫人 吕布之妾貂蝉 都被曹操强占 曹操这些丑事 和他的怪异癖好 天下人人皆知 将军 要小心啊 曹贼 我与你势不量力 不顾占天 不顾占天 增加不顾占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孙策夫人 小桥是周瑜之妻吗 这个嘛 我当然知道了 足下用心不善哪 紫禁啊 我们只知道曹操性情诡异 素来不碍少女 偏偏贪求侯门庙妇 这种怪诞的癖好 世人皆知对不 曹操后宫妻妾十二 其中就有十个 曾经是别人的妻妾呀 那你没必要 把宫禁弃成那个样子 谁让他不跟我说实话来着 其实宫禁心里 早就拿定了主意 必要与曹操一战 但他却口口声声 说什么归顺曹操 罢兵求和 这不是故意在戏弄你我 如果周宫禁 能有紫禁兄这般的君子风范 句句都说大实话 我敬他还敬不过来呢 我岂敢激他呀 娘 我哪 bright 他干什么 Doesn't 我爹 不是 我爹 这嬸禁 小桥 我终于此生有你 死而无憾 夫君 今日疫症 在大厅广众之下 你可千万别动怒啊 我不会动怒 但我要稍释江东之威 让诸葛俩刮目相开 去 收拾形状吧 夫人 都督昨天刚刚回府啊 没错 但他又要离去了 是 主公口谕 五尚唐义证 五尚唐义证 主公口谕 这些人 是 这个人 是一个功名之大业 恰是现在 曹操拱手送来这个好时机 我江东文武真该汉手澄清 仰天大笑三生呢 曹军此来犯了兵家四季 其中的任何一季 都足以让其灭定 其一 北疆未定 西凉马腾汉随为曹军的后方大患 一旦战事交主 西凉兵必攻许昌 其二 北军部署水战 竟敢舍安马 扶周吉与我东吴争雄 此为舍长就短 其三 隆东银罕 马吴高草人吴暖时 功己不计 其四 长驱中原之兵 远射江湖 水土不服多生其患 曹操犯此四季 必败无疑 周瑜只需率精兵数万 进军下口 你估计 都不计划 但你估计不计划 水土不服 爹 你估计了 你估计划 你估计划 我估计划 今日起 我江东任何人 如有再敢言降草者 有如此案 对 我命 命 周瑜为大都督 程浦为副都督 命 鲁肃为参军校尉 率精兵晚进屯下口 迎战曹军 命 任何人敢有抗命者 军案江东七禁令五十四寨施行 请大都督接剑 周瑜领命 师叔 祝儿 朱公 此次大战 无论粮草均械 器物民服 都所需甚至消耗极大 我想任命你为 总提吊官 掌管江东大军所有后勤供给 主公 你忘了 我 我曾经建议 你曾经建议祥曹 但我明白 我江东文武 无论主战 主乡 都是出自一片中心 都是为了我江东的百年大业着想 师叔 我在 我江东六军四十五县 所有的赋税 钱两 田母 子民 无一不在你肚子里装着 我江东所有的官吏中 还有谁能比你更善于理财治政 还有谁能比你更熟知车骂 周济民富的争调和钱粮的散据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江东的大管家了 如果没有你这三十多年来尽心的辅佐 我扶兄不可能创下今天的这片基业 我江东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昌盛 师叔 万辈恳请你再助我一次 辅佐周大都督 击败曹军 护佑江东大印 塔 ihrer 中文 将 从 下 张召听命 张召在 命你为东吴总体调官 掌管东吴大军所有供给保障 命雇佣布置薛从为副体调 协助张召掌理 领命 这是我父兄三代相传的江东福音 只此因行事便入我父兄行令 敢有违抗者 也按照江东七禁令五十次斩实行 诸致命 诸致命 张召借阴 张召领命 公谨呐 大都督啊 今日是我有生一来最高兴的一天的 赶紫禁 我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高兴 高兴啊 今天我家主公真是了不起啊 片岩之间 就是得我江东文武上下一心 同心同德 并立抗朝啊 我主公自然是了不起 江东自然同心同德 但是 刘备孔明他们 会不会跟我们同心同德 都督此言何意啊 我知道孔明是你请来的 江东也是你最早提出 孙刘联手合兵抗朝 对此我是极为赞同 但是战合大计决定之后 孙刘联盟就要开始了 现在的关键是 联手联手 谁要联谁的手 拥兵抗朝 谁想用谁的兵 别急 我就一语挑明吧 那边是 孙刘联盟 谁是联盟之主 都督说得对 在下一位 当以我江东为主 但孔明并不这么想 相反呢 他会这么想 如果江东胜了 他趁势去荆州立足 如果曹操胜了 他趁势夺我江东 他趁势夺我江东 我说得有无道理 都督所言 一针见血呀 孔明此人见识超群 日后必成我江东大患 我必须杀了他 以除后患 不可不可 万万不可呀 大战在即 岂能不杀敌而杀友 再说 刘备的军队 是我江东的大助 现在杀孔明 就等于自断毕往啊 都督万万不可呀 之前的一个主一个人 许可真 知不知道 吃什么 也能不杀 你转换死他 那张协议 他就知道 再肯定 咱们解了 我 对 不可 你 人 感见 人 我 我要 说 discour 我 把他召入江东 为主公效命 冠军啊 大都督啊 此事难哪 难 难哪 我知道此事甚难 但你足智多谋 又是参军效果 这也是本都督 拜托你的第一件重任 还请先生迎难而上 尽力欲成此事 我是断断说不动他的 不过 诸葛锦是孔明的包兄 如果请他劝说孔明来想 或许可以是 也行 大梦芳芳绝 盛船依旧 孤战场上几度春秋 沙 沙特的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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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枝未愁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药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的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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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